俄乌的战线 最好就占你 就不要退卷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我告诉你 俄军就真的会受不了 那你现在你是攻打了 他一个离他的核心 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你就想说造成很大的压力 让普丁说 好了我们来退兵吧 来弹劾吧 我跟你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战场呢 现在我始终认为 他应该要走上 就是结束了 但是就是美国 一直在后面支持 我的看法 包含泽伦斯基 都在等着美国大选 如果川普上了 基本上这个战争 也就要结束了 好这一节 我们来关心 俄乌战士的最前线 俄罗斯总统普丁 7日特别指控 乌克兰进犯 俄罗斯西南部的 这个地方 库斯克州 好地图上 我们带您看到 这个红色 穿起来的地方 在乌克兰的这边 然后在俄罗斯的 西南部地区 这边进行了 一个大规模的挑衅 这是普丁的说法 他非常的气愤 根据这个当地的州长 库斯克的州长 他的说法 他说当地 现在已经有 数千以计的 这些民众 已经做大规模的撤离了 媒体的报道说 乌方共事部署 大约1000名的兵力 超过20辆的装甲车 全部一起前进到 这个地方 从乌东越过边境 再进入西南部 在俄罗斯的 这个库斯克州 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他先是说 俄罗斯把战争 带进我们的土地 应该要让他自己 也来感受一下 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还说 俄罗斯需要 常常战争的滋味 接着又说 目的是向俄罗斯的民众 施加心理压力 动摇政府 来为接下来谈判 能够争取 更有利的 一些相对的条件 我们看到 乌军向这个州 库斯克州 进攻的军事行动 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因为 如泽伦斯基所说的 这样他会有利于 更后续的谈判吗 预防委员怎么做解读 我觉得他是转 这个转 转变一下 那个军事的压力 因为现在战争 主导的力量 主要是在俄国 俄军手上 然后现在在西南 这个地方 现在俄国这个地方 反而是比较 脆弱的地方 他在这里发动 这个战争 就是减少他在 其他的战线上 所受的压力 比如像乌克兰的东北角 这一带 那这个东西 会不会改变 整个的战争的方向 或者是说 会不会影响到 战争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谈这个 为时有早 这个战争 对一个 对俄军来讲 这是个 小规模的一场战役 那 他打赢打输 都不会影响到大局 对他来讲 对 这一千多人这个兵力 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 这个压力 不会构成很大的压力 那普丁已经震怒了 对 所以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你还有没有办法 进攻发动 更大规模的兵力的进攻 占领公路恶进 而且持续的占领 恶军的大块的这样一个土地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 就像你对克里米亚的四加压力 他对克里米亚的四加压力 是很成功的 是让俄军非常痛苦的 黑海舰队几乎都被消灭了 地上的很多目标 飞弹的基地什么都被摧毁 可是请问你普丁 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想说那我们离开克里米亚 也没有 他不会的 因为俄国人认为他是个大国 大国不会因为一个小小挫折 他就后退 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 立足于这个世界 他对内更没有办法交代 我发动了一场战争 然后最后我以 这个败退和谈的方式来解决 他不会这样子 俄国人在 在这个阿富汗早就撑不下去了 可是他不会随便的退却 因为他跟美国一样 美国在越南打了20年 美国其实打到十几年 他就知道他打不赢了 他根本天天都想回家了 那俄国人在阿富汗打了十年 九年都不到十年 他打了六七年以后 他就知道打不下 他都想要走了 为什么不能走 因为这是个大国 大国再怎么样有自己的 颜面要顾 所以我硬撑要撑下 就像最高领袖哈明尼一样 我一定要报复 我知道我赢不了你 我就是要报复面子的问题 所以大国的生存 有的时候是为 面子是一个保留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driving force 那现在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乌克兰有没有办法 持续地施加这样的压力 今天打你西南方 每天打你东部 再过来就打你哪一部 哪一个部 整条战线 俄乌的战线 你不断地主动攻击 深入 占领 然后再退却 最好就占领 就不要退却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持续地攻击 持续地占领 那我告诉你 俄军就真的会受不了 那你现在你是攻打了 他一个离 他的核心 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西南方部这样一个地方 你就想说造成很大的压力 让普丁说 好了我们来退兵 来弹劾吧 我跟你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看持续 但是这是个警讯 对俄罗斯来讲 就乌克兰有勇气 甚至有一些实力资源 他可以对你的 漫长的战线的某些地方 主动发起攻击 而且这个战争 还拖了好几天 让你一时间还解决不了 这就看得出 俄就有它脆弱的地方 但是整体来讲 双方的作战的资源的差距 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一时间你说你要打败俄国 我认为这个战争 还是就是一路下去了 好 我认为这小小的战争 对于俄罗斯来说 不影响整体的大格局 不过确实 因为这场战争的关系 这场战役的关系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整个军事布局上 确实有做了一些些变化 原本在乌克兰在盾内此刻 投下的俄罗斯滑翔翼 现在变少了之外 原本攜带的这些战机 也起往俄罗斯的其他地方了 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战略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些的调整 目前确实 如委员所说的 俄罗斯还是很稳步的占领乌克兰 那兵力也是完胜乌克兰的 这样的一个攻击 其实虽然说对于俄罗斯 大体上不伤 但是会不会引发俄罗斯 有更大的一个反制措施 舰长怎么看 我这样子看 俄乌战场一直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 它的边界太长了 他们两个国家边界有1500公里 这么长 你把派了多少军队 在这个边线呢 其实不多 所以你看这场战争 经常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去年我决定要反攻 然后我集结了一些兵力 我集中的一个点打 很快可以看得到我的成就 但是拖不久 对方也会集结兵力回来打 最后两军真的是对撞的时候 那一定是看谁的力量 但俄罗斯力量还是很大 你要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阵子一直说 乌克兰在大量收复他的师徒 我几天又收复多少 我记得那一阵子 我几天收复了一个 台北市那么大 又收复了一个 什么地方这么大 但是结果呢 等到俄军真的 把队伍这样堆过去的时候 他的实力就又出来了 这次也是一样 1000个人 20辆战车 这是好小的一个兵力 非常小的一个兵力 然后他攻进去了10公里 然后最后伤31人 就是连受伤连死亡 总共31人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但是唯一令普丁生气的是 你从来没有打到我境界来 对 这次是例外 所以他真的是很生气 所以我在想他既然很生气 他会针对这个兵力 这个兵力已经深入 对不对 我是他 我赶快撤退出去 我相信普丁会用一个众手 去专门在针对这个1000的 这个兵力来 可能会轰炸你 远程攻击你什么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这个战场呢 现在我始终认为 他应该要走上 就是结束了 但是就是美国一直在后面支持 那现在大家 我的看法 包含泽伦斯基 赵安普丁 都在等着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如果川普上了 基本上这个战争也就要结束了 如果川普不上 美国大概也要发生内战 就是因为川普会补动他的支持者 那美国可能是自顾不暇 所以11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大家去看看到时候 川普有没有上 如果川普上 我觉得这战争很快会结束 是 确实我们持续要观察 就是接下来的美国战争 对于乌克兰而言 接下来如果他继续打下去 是一种国族认同的保卫战吗 还是泽伦斯基他要自己创造一个人的武林 我们持续来看到说 这个乌克兰现在媒体放话说 克里米亚五个军事的机场当中 过去停放大约260架的飞机 但是截至三日已经减少到90架 其中两个机场是完全没有飞机来做停留的 都可能跟乌军F-16现在逐渐到位 还有俄军在克里米亚 他有S-400防空系统遭到重挫有关系 泽伦斯基他还说 我们期待会有更多的F-16到这边 然后许多的人员可以来接受培训 刚刚提到了国族认同这个四个字 现在在台湾很流行 美国大选接近的话 接下来会影响到俄乌战争的后续发展 但不过泽伦斯基对他来说 国族认同这句话到底重不重要 还是这是他一个人的武林 老师怎么看 所谓的国族认同 我们叫National Identity 就是说在我们内心深处 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归属感 那有个人称制 比如说我在彰化出人成长 来台北练大学就业 那在于我是台北人来彰化人 全国运动会决赛 彰化线篮球队 遇到台北篮球队 我要帮谁加油 就是一种国族认同的一个呈现 那在我们台湾的国人里面 我是台湾人 中国人还是华人 也有这样的纠葛 那对于乌克兰的国民 也有类似的一个情节 因为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前 乌克兰算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也算是这个苏联的议员 他们都是一个成员 也算是苏联的国民 所以目前爆发俄乌战争之后 特别是在俄乌交界的这个乌东地区 讲俄语区的 也有所谓这种国族认同的一个纠葛 那我们不妨从两个民调来看 首先在今年5月 有一个由基辅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做的 整年实际的信任度的一个民调 虽然它的信任度还有将近58% 但是跟开战初期 还有90%已经一路下滑了 也就是三年前还有90% 现在现在58% 虽然将近六成了 那另外在7月的时候也有一个 对于这个乌克兰民众的一个民调 一样是Kiis 就是所谓的基辅社会科学研究院做的民调 对于要不要战斗到底 来打赢这场战争 在三年多前刚开战的时候 大概也有八九成民众支持要战斗到底 但现在已经剩下55%了 那当然还是赢过割让领土来换取和平的32% 可是当年俄乌战争刚开13年前 支持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只有10% 所以这样的一个校长值得观察 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 交战地区的这个蒂涅波罗 这个扎波罗热 赫松还有这个所谓的奥德萨地区 当地民众厌战的情绪更高 渴望和平的这个心态需求更高 但是这个民调也没有讲清楚 所谓的割让 它用的是领土退让 用了英文concession 就是说部分的领土退让来换取和平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没有包含2014年的克里密 还是这三年来战争丢失了20%的国土 那至于领土的退让 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 也完全没有提到 但是至少从这个民调可以知道 这个乌克兰民众厌战的心情是很高 渴望和平 那对于责任司机来讲 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武林 因为就北约来讲 已经不惜血本的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跟军事设备 那如果血本无贵的话 北约这些大哥们怎么摆得下辫子 就美国来讲 8月5号就要投票 离现在剩下不到90天 那他们也需要业绩 所以刚刚前面 这个我们人民讲的 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 应该还是会左右 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动能 好 这一集来关心俄乌战争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盾内茨克 持续的挺进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说 俄军解放了 这个地方是索基尔村 好 这个地方 我们持续来看到是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也特别说了 他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 就得全面的撤离盾内茨克州 和其他三个地方 位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的州 另外呢 看到这张照片 是在盾内茨克战略重镇 这个地方是查苏夫亚镇 好 画面上我们来持续看到 关注查苏夫亚镇被摧毁的 诺维区的空拍的影像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惨烈 乌克兰的军方发言人日前也说了 乌军已经从查苏夫亚的外围 每一个社区撤出了 那根据了解现在这个镇 在俄军长达数个月的 持续的突袭之下 已经几乎都被以为平地了 我们看到俄军进来锁定盾内 此刻狂攻猛攻 乌军从过去的抵挡变成撤手 才说乌军有一些斩户了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委员 觉得乌军很善于打宣传战 可是普丁很善于打 真正的战场战 这两个差距太大了 乌军经常会宣传说 我黑海打这个什么舰队 问题黑海舰队不是这一次战场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 我们经常在台湾介绍的讯息 都是局部的讯息 从一开始的时候 乌克兰就走错方向了 最近特别是哈尔科夫 北边的哈尔科夫 当时普丁调了三万的军队逼进哈尔科夫 然后这个折伦司机就下令他的总支令 谢尔司机要全力的把俄罗斯的军队逼回去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让他在国际上可以宣传 乌军获得重大的胜利 就没想到中了什么 吊虎离山计 什么吊虎离山计呢 乌军为了要去打哈尔科夫这场战争 把所有的在顿内斯克 卢干斯克 甚至于这个杂波罗勒的军队 抽调很多精英 他几乎是每一个里抽调几个 每一个里抽调几个 全部调到哈尔科夫去 就哈尔科夫的战事 战事怎么样 俄罗斯军队故意后撤 让他好像攻下一块地块了 结果没有想到就卡住了 就卡住就出现一个问题 一个你进攻已经没有能力了 可是你后退又不能退 为什么 你后退的话他就杀过来了 而且都是精锐部队 在战场上问这个张将军更清楚 后退有时候比后撤比进攻更困难 因为后撤你会被追杀 进攻你碰到像这样简单讲就中了俄罗斯的军队设下的陷阱 那你当你把这个顿内斯克卢干斯克的军队都抽掉很多精英去打的话 你能够回头来吗 你回不来啊 所以就一个一个被吃掉 现在已经出现 俄罗斯有点的这种东放西放像逛街一样 今天逛这个村 明天逛那个镇 这样轻移联布慢慢跟你吃掉你顿内斯克跟卢干斯克 所有的乌军已经巩固超过十年的据点 他讲的这个所谓守基尔村就是已经超过十年以上的据点 这样轻轻松松就被人就拿下来 为什么 你在精略部队很多精兵都被调走了 所以战略的失误是乌克兰一个很大的失误 再来就乌军的士气也是很大的问题 哲伦斯基因为不太相信他这些将军们 老是派一些都军 他派什么都军呢 是完全不懂军事的这些他身边选出来这些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他可以捐督军 然后整天就是只要一不开心就在媒体上面痛骂 军人没有人会跟你去玩这个游戏的嘛 然后又瞎整 什么要瞎整呢 硬逼着要跨过扎波罗论去攻打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又很聪明 你要打我就退给你打 结果你进来以后你就回不去 是麻烦这个已经一再上演了 可是乌克兰的基辅当局啊 只想要说不管如何我先打了一个好像胜仗 那我让我跟植物人司机就整天直播跟全世界宣传 他在打宣传战欸 他不是在打阵地战欸 所以这个是乌克兰喔 这个从上到下只会乱成一团 再加上军力不足 美国再怎么打鸡血都没有用 好乌克兰战略上面是我们看到现在陷入非常惨烈 另外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头是其他国家的军援 现在到底进度到哪里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刚接任英国国防大臣的希利 上任不到48小时 立刻启程前往乌克兰 并且宣布 接下来会来加速速度让乌克兰在未来100天之内 可以尽速的取得英国4月 本来就已经承诺要提供的军援 好有什么样的军援内容 我们来看到 他说增援90枚的硫磺反战车飞弹 还有好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10台AS90自走炮 好另外呢除了英国之外 德国的部分军援乌克兰第三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也已经运抵在乌克兰了 好这一段期间我们知道俄罗斯有系统的锁定 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持续攻击 造成乌方关键的设施永久性的损害 甚至最严重还有到停电等等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头 刚刚特别提到英国德国军援现在都来了 能够帮助乌克兰来应对 现在这一波一波的二军空袭吗 将军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就是乌克兰的问题是出在他的人员不够 乌克兰人员动员的这个年纪 是从这个27岁到40岁 他现在动员年纪向下到18岁 到60岁都要动员 你看18岁到60岁全部都要送到战场 你看这乌克兰的缺兵缺得多严重 现在全部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作战的人员的 平均年纪已经高达到47岁 就年轻人死光了 所以年纪很高 你动员到60岁了 他平年已经47岁 换句话这些都是高龄士兵上战场 那怎么样发挥战力 所以你看给他那么多 你看英国给他 德国给他 美国给他爱国者 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还节节败退 都是高龄士兵怎么打 那现在欧洲也知道他的短板 打他的电场 我们知道这个交通线就是补给线 补给线就是生命线 但是别忘了电场它是整个电 电是神经线 你没有你的身体都有神经 你的他的这个通信也好 指挥管制作战都要靠电力送 你没有电力 你怎么要去传递情报 都是靠电 没有电怎么传送 没有电怎么去指挥 根本没有办法现在 只要把你的神经系统瘫痪 电力一瘫痪就没有神经系统 是这样 那怎么去指挥 怎么去管制 怎么去发挥火力 怎么去分配火力 都是问题 那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你看 为什么美国可能出手 要帮他去谈判 因为看看 乌克兰好像不太行 不是武器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 美国没有叫停 怎么办呢 那只要硬撑 这硬撑就会硬丢 他会丢一个城镇 丢个城镇丢下去 变成拿空间换时间 唯一能够解决就一件事 就是美国加入 美国加入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美国不加入 北大西洋关于也就不会加入 那问题是 你武汉自己打 那就是美矿欲下 好我们近日 我们也持续来看到 是说刚刚将军说 这个战争还会持续的进行吃下 因为美国没有点头 但是现在是传出 有停战和谈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到这是多家媒体的报道 包括了每日邮报报道说 克里姆林公正在派遣代表呢 和美方进行停战和谈的声讨 那俄罗斯的内政部长呢 以参加联合国的警察局长会议为名 好这只是一个 以这个理由为名抵达了美国 说要跟美国相关的人员接触 要来谈谈 看看美国能不能对乌克兰 来施压 促使和谈的进行 真的有可能这么乐观吗 唐老师 这里面我倒觉得 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这些事情未雨丑谋 因为他觉得这个拜登 不行啦 因为你这个 第一个你选不赢 第二个呢 我们不要忘了 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上任 其实他不是上任 他说我选上以后 一天内解决乌克兰问题 结束俄乌战争 所以说现在这个 传出来的这些消息 完全是从这个角度 出发得出来的解释 你比如说 俄罗斯 他说 这个人间里面说 俄乌战争在今年的下半年 一定会出现关键转折 甚至直接进入和谈吗 乌克兰现在阴影期盼的F16战机要到了 但是西方国家呢 武器给的真的叫做 不甘不脆 援助给你用 但是推了一堆的限制 两年半了 乌克兰老百姓真的打累了 现在连乌克兰自己人都觉得该和谈了 如果11月份川普真的当选 那这场战争会直接终止吗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了 是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最近参加峰会了嘛 他提出了哪些建议 这些建议的前提下 就是F16要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 泽伦斯基说 希望呼吁西方各国 勇敢一点点 你进一步来解除 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讲的基本上就是 即将要到的这个F16的战机 特别点名谁呢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波兰 因为这些国家的勇气 可以对所谓的和平 发挥所谓的关键的影响力 好那接下来关键就在于11月份嘛 大选结束之后 如果川普当选了 乌克兰的处境会更艰难耶 不过乌克兰人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来看到关键的这个对话 其实就在川普正式被移民为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第二天 马上一通电话就跟泽伦斯基通上了 而且呢现在形容说 这一段的通话是非常的棒 到底讲了什么呢 内幕稍后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不要忘了川普当初就是誓言嘛 他要结束这场战争 好这些前提之下都在于 因为F16马上就要进到乌克兰了 我们来看一下了 美国的五角大厦发言人怎么评论的 我可以援助你F16 但是你必须战时是被俄罗斯 在你的土地上来使用 你不能够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来使用 那就是限制了嘛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华府智库的战略兼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是这样说的 以他来判定 这个F16的交付出息预期会有所帮助 但是功效是有限的 就连乌克兰自己安全合作中协主席都这样说 你要达到功效 至少至少60架的F16才够 要执行重大行动的话 那你现在要想要把俄国的空中战力 推离乌俄边境 这一些的禁止跟限制恐怕有点困难 因为不要忘了俄罗斯也早有准备 俄罗斯其实早就针对在F16可以停好这些战机当中 这些机场当中去做攻击了 那好我想先问一下了 先问一下的这个是院长我们怎么来做观察 责任其实自己在表明他不想要这些限制 因为你这些限制给我的话 我这场战争怎么打得赢 你不让我去攻击他境内 可是俄罗斯对他们是不客气的 火箭炮直接就砸过去了 所以院长你怎么看 现在前线战况吃紧 但是这场战该怎么打 F16马上就要来了 真的基辅拿到了会有功效多大吗 他们美国华府那个智库的人都已经讲了 他说你这来了以后功效有限 所以说我说整体来讲就歹系脱棚 而且这个我觉得凶多吉少 这个问题大了 这里面当然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你说这个责任斯基 他当然他当然希望说越来越多越好 可是我们大概要知道 这个乌克兰以前是属于以前的苏联 后来才独立 所以说他的武器系统都是苏联的系统 所以说在打仗刚开始的时候 那像是比方说波兰或者捷克什么 这些国家以前也是跟苏联很好的 这些国家用苏联系统的 他们给这个责任斯基的这些武器 它立刻上手 可是现在你F16是美国的 好了 那你这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等于说从人员培养到 这个维修到配套到什么 你全部要重新来过 那哪那么快啊 而且我还要打仗啊 你懂不对 那所以我说这个情况确实不是那么乐观 那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我觉得要提两个人 你刚刚提了一个 这个川普 还有一个谁呢 还有一个是叫做奥班 奥班是什么人啊 奥班是现在的这个匈牙利的总理 而且他7月1号开始接任欧盟的轮值主席 哇 政经堂的动作特大 他先去见了这个斯林斯基 然后又去见普丁 然后再去见习近平 最后见谁 见川普 他说川普已经给我承诺了 就我上任 不是上任 我胜选的第二天 我就开始要 第二天还没那么急 不是当天就对了 不是当天 因为当天来不及 他只是胜选还没上任 你上任到胜选还有两个月 他说我只要胜选的第二天 他说我一个电话 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意思就是说 他要运用他跟普丁之间的这个交情 来处理这个事情 而怎么处理现在这些方案 都网络上流传着 非常厉害 这里头当然简单讲几个 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割地 意思就是说 你乌东的地区 就属于俄罗斯了 那你的那个中间的 就是那个克里米亚呢 两边共拐 那另外呢 就是你乌克兰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 这几个是大的 那当然很多细节了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说 这种状况呢 都已经摆出来了 好 那你说 斯伦斯基你要怎么摆 对 来啊 你这个飞机来啊 好 飞机来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西方国家都搭运了 大概给他70架 可是他只有20个飞行员 可以飞这个飞机 不够啊 完全不够啊 在江五刚说的 这个维修了 配套了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要重建 哪那么快啊 没那么快的 好 那所以我说啊 现在斯伦斯基怎么办呢 我看啊 就有一个办法 去帮拜登助选 蛤 问题是 问题是你跟他自豪有用吗 他就叫你投降啊 那不管了嘛 那就是说 因为你要帮拜登 你要去帮拜登助选 或者帮这个民主党助选 让川普不要上台 那这个东西还有救 可是我看 你说这个东西我看 已经大势已去了 所以基本上不怎么看好 绝对不看好 好 那舰长我想起来看一下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关键嘛 就是其实电话已经打出去了 这个就是在这个川普 川普其实正式被提名之后 他马上一通电话 打给了泽伦斯基 川普之前就说过大话 他说他上任 一天之内结束战争 好 刚才这个院长觉得有可能 胜选 胜选之后一天之内结束战争 那舰长你怎么看 现在这通电话 到底这通电话内部是什么 可是泽伦斯基他态度说 他觉得这通电话非常棒 到底两个人讲了什么 那因为川普的态度像 就是他要结束这场战争 那接下来你怎么看 首先川普不管说什么东西 都是像英文句子里面叫做 最高级 我是最棒的 拜登是最糟的 我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最好 他都是最高级 他不管跟谁讲 只要是他讲话都是最棒的 非常棒的通话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这是他的选举语言 他个人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真的是相信 只要他选上 当然你说一天是不是 这个一天你很难定义 不是说他当选一天 他还没处理呢 对不对 你还没有 你当选那天你就是总统了吗 你有拿到这个美国的大权吗 但我相信他从出手开始 一天之内会结束 因为如果他当选 正式上任美国总统 那事先他都会找人去协调这些事情 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任何两国的领袖去签什么东西 见面签什么东西 你以为他们是见面才谈吗 当然是事先 参谋早都写掉好了 甚至见面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 我们只是见面 代表说我们发布一个新闻稿是这样 所以如果他愿意说 出来说 我要来处理让他结束 我相信 他真的可以在一天之内结束 而且川普这个人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怎么样厉害你知道吗 你去看他写的一本书 他有教你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判 他在所有谈判之前 他会让所有他能够施展的压力 都给你最高的压力 北约哪里 他会动用所有的东西 但是他不会打仗 他不会打 他就是给你所有的东西压力 那泽伦司就会觉得 他所有面向都不行 而且你说他 泽伦司会不会同意 停战或怎么样 决定根本不在他 在谁 在北约 北约 如果我举个例子 北约通通说我们今天 抽手了 我们让你乌克兰自己去打 我不追缘女的 我也不让你加入了 我始终觉得 我们看二屋 是一个热闹的心情 可是我始终觉得 两岸真的要拿这个东西 当一个借地 就他能给我们什么教训 我只问一个 乌克兰的战胜 战胜的目的 战胜是什么 你们现在给我定义一下 什么是你乌克兰的战胜 你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他都说不出来 只是美国叫他打 他在继续打而已 可是他领土被被人家抢走了 这个东西 我只跟你讲 他可能抢回来吗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 乌丁就有讲述六个条件 你做好这六个条件 我就立刻撤兵 这六个条件中间 只要乌东两个州独立 还不是我拿走 现在他被乌克兰 不是 俄罗斯吃下四个州了 就所有 当初要求这六个条件 通通 乌丁都做到了 乌克兰没有一项能够坚持 就是你坚持下去 这么多人民死亡 这么多人民流离失所 最后你得到你的目的了吗 我觉得台湾将来 有一天真的要去想这个问题 你们坚持下去 打下去 你能不能得到你要的 你能得到 那你考虑去做 我现在肯定能告诉你 你不能得到的话 执政者真的要去想一想 是不是有别的方法 而不是靠战争这条路 那现在不就逼着乌克兰 我们讲的就是 割地和谈 四个字 只有可能 范思已经讲了 范思也讲 他公开讲 我根本不支持 远乌 金元乌 乌克兰 我不支持 第二个 他就认为乌克兰应该割地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一样的 最终的结果 你试试看 如果说这个停战 我相信后来会停掉的 在如果川普当选 结果必然是他割地 他肯定不可能把土地给让回来 好 这是从外交的这个政策上来看 但是我想跟牛老师 一起来探讨是 其实我们不只是说 国际情势是这样走 其实泽伦斯基其实也会被逼了 尤其是被谁逼 被自己老百姓逼 我们看一下 现在最新做出的民调 就是乌克兰自己的媒体做的民调 这民调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最新民调 六月底出炉的 已经有超过 百分之四十四的乌克兰自己人 他们觉得 是时候了 真的该正式谈判了 那不觉得该谈判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认为谈判的多了九%以上 那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 是还没有决定的 但不管如何 光是这个数字 牛老师你们怎么来解读 在你们学界来看 基本上 愿意谈判的人是多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去 就算泽伦斯基 他不愿意 他会不会都被民意 被民心逼着 他真的得去谈这件事情 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就乌克兰他们内部的 一个民调来讲的话 是百分之四四的人愿意谈 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不愿意谈 这个部分确实给泽伦斯基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但就是说呢 即便内部的一个民意调查 有给泽伦斯基压力 但就是说 就外部的一个战场来讲的话 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所以等于就是说 如果拿捏不准来讲的话 其实政权崩解 都有他的一种可能性 因为毕竟就现今这个民意来讲的话 其实是希望能够谈判 因为已经打得太疲累了 所以等于就是说 即便泽伦斯基 希望能够用国际宣传 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操作方式 来鼓舞民心士气 可是形势比人强嘛 现实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说 民众针对这样的一个 天天的一个战事 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不耐的 已经忍受不下去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泽伦斯基来说 确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严酷的一个考验 那但就是说呢 到底现在是不是谈判的一个时机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从谈判理论来讲的话 现在并没有达到谈判 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条件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谈判如果要成局来说的话 它大概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条件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无法忍受的一个僵局 而这个僵局是双方都无法忍受 可是你看战争打到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还是认为就是说 它有相当程度的一个 获胜的一个机会 那泽伦斯基也会认为就是说 只要美国跟西方联军 提供相当程度的一个资源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一战的一个本钱 所以战争持续就双方来讲的话 并没有达到所谓无法忍受的一个僵局 所以第一个谈判前提是不成立的 那第二个谈判前提来讲的话就是说 单靠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解决僵局的 可是就俄罗斯他坚信 他可以把乌克兰给吃下来 那泽伦斯基也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西方国家给予他持续的一个援助来讲的话 他说不定有收复师徒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你看从俄罗斯跟泽伦斯基的考量来讲的话 靠一己之力解决僵局 或许他们还认为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呢第二个谈判前提条件也不成立 那第三个谈判前提条件就是说 透过谈判解决僵局是可行的可遇的 也就是说根据成本效益来讲的话 彼此会认为就是说谈比不谈要好 那谈判才会成局 那可是就现今来讲的话 并不是那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俄罗斯他还是想继续挺进嘛 那就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也就认为就是说现阶段 他没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胜利的一个战役 如果今天要上谈判之后来说 他可能会受制于俄国 或受制于美国跟西方国家嘛 那所以呢谈判解决僵局 未必就双方来讲的话 是符合成本效益的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你说谈判要成局 我觉得三个条件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情况之下 谈判要成局的可能机会是不是很大的 特别是乌克兰他一定有做一定程度的盘算 也就是说西方现在的一个军援物资越来越多了 那所以呢对于他来讲的话 或许是一个反攻的一个机会 如果今天要谈的话 一定要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战役 他取得一定程度获胜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的一个谈判权利跟筹码 才能够慢慢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反转 即便他不断地用国际宣传的一个战术 希望能够膨胀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结构 产生以小博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我坦白讲这个部分来说 形势还是比人强的 这个筹码并不是泽伦斯基可以牢牢的操控在手中 况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拜登也好或者是川普也好 基本上都是把泽伦斯基把乌克兰当作是一个筹码在使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这个变数就特别特别大 乌克兰只是一个棋子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拜登跟川普在竞选策略竞逐的过程中间 大家只会盘算怎么样子乌克兰的一个战事 对自己本身有最大的一个利基 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乌克兰泽伦斯基也非常清楚了解 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本身的一个实力 去打成一场关键的一个胜战来讲的话 他永远受制于别人 那就拜登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拜登也希望泽伦斯基继续挺下去 因为假设说泽伦斯基撑不下去了 然后现阶段等于就是说败向以路 或者是城下之盟来讲的话 你拜登就不用选了嘛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谈判要乘取 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变数 要做相当程度的控制 是 所以其实节目上你看 现在两派了 谈不谈 那当然我觉得关键都在于 其实美国到底是非常重要 大家各自有盘算 应该这样说 所以乌克兰真的现在在国际间 恐怕他真的是一个棋子的角色 可是俄罗斯现在也表态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俄罗斯怎么讲的 俄罗斯自己的这个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说了 其实俄罗斯好像也透露一些端倪 他说现在也准备好 跟西方国家就乌克兰的问题来做谈判 西方应该停止援武武器 那这个冲突才会结束 所以牛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看起来俄罗斯 似乎有些条件情况之下 他也觉得我们可以谈 但是条件要成立 那你觉得俄罗斯的态度 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会认为就是说 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能力 可以拿下乌克兰 或者是挺进乌克兰 导致关键的胜战 只要导致关键的一个胜战来讲的话 他就能够在谈判的过程中间 不断争取筹码 把这个谈判权力更拉高 然后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把乌克兰当作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当然是美国嘛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俄美博弈这样的一种逻辑 而乌克兰他只是一个边陲的一个角色 他只是一个筹码化的一个角色而已 那所以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我当然是不断的一个挺进 获取战争的一个成果 只要战争成果 我能够明显的拿到的话 我跟美国博弈的谈判筹码也就越高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盘算的是这个部分 那就现阶段来说的话 你说谈判要成局 我觉得俄罗斯 他的意愿可能都不高 好 所以的确 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小国还是在中间的这个生存树 该怎么来讨论下去呢 尤其他可能就是一个妻子的角色 那我想问一下舰长一起来看 那北约又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北约的态度 北约现在到底他同不同意这场谈判呢 北约接下来到底怎么看乌克兰这个角色 我们先来看到是谁 北约的这个秘书长石头和伯格他怎么说的 现在他说了 北约要在德国设立一个所谓的原物的指挥部 9月份就要开始运作 距离美国大选大概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他说了 他说这样做不是要延长战争 他说他是要尽快结束战争 好 北约也表态了 另外来看到北约的防御之盾也成型了 波兰的陆基神盾系统基地 现在已经校对完成 主要做什么呢 探测追踪还有拦截这些弹道飞弹 那俄罗斯的官方当然不同意 你等于踩到我的红线了 你这些系统是可以发射中程飞弹 譬如说我们说的战斧巡异飞弹 那你就威胁到了我的国土安全了 这已经触及到了我俄罗斯的底线了 我想问一下舰长了 北约这些态度 为什么俄罗斯会这么的在意 这个神盾系统 不管是舰载的还是陆基的 它的性能跟威力到底如何 其实所有的磨合的手段 没有一个国家想打 俄罗斯想打吗 我不信 乌克兰想打吗 北约想打吗 大概只有美国想打 去国家都不想打 但是你想要和平 一定是透过两个手段 一个就是备战 代表说我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一个当然是沟通 这是双管必尽 在同时在北约 在做什么给武器 给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也在想尽办法在沟通 这些所谓做的 这些硬体就是在备战 告诉说我们有这么容易被打 你别以为乌克兰就这么容易 被你打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在这个波兰庄 这个神盾系统 我特别要讲一下 很多人不太了解神盾系统是什么 人类的战场 就是两样东西一直在争 毛跟盾 我的盾好强 对方就发明一个更尖的毛 你有一个更尖的毛 我发觉被刺穿 我就发明一个更 这个强固的这个盾 就是攻守 两个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上去 用于记住 美国这个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叫做神盾系统 它不是神毛系统 所以它说的神盾是防卫 确实是防卫 就是它所有的侦测雷达跟传统的雷达是完全不一样 传统雷达很慢 侦测的很粗 就是粗略 神盾系统是非常的精密 而且迅速 它可以在一秒钟 两秒钟就可能建立 追踪就可以反应 所以它是一个化时代的一个 但是它毕竟是防卫 它就是一个盾 既好它就是一个盾 那它能够配备什么武器 它配备什么毛呢 可以换 所以很多人去评估说 这个神盾系统多厉害多厉害 它都是可能针对着这个毛 可是它忘了毛可以换 好比说你可以换标准六型飞弹 你可以换爱国者飞弹 你可以换各种不同的东西 这个人是这么聪明 但是我手上 我是拿枪 还是拿机枪 还是拿刀 随我来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神盾是在这里 那它为什么要在波兰这里装的这个东西呢 因为陆上的神盾系统 它没有重量限制 海上的有 船上的有很多重量限制 所谓的重量限制 就是它那个神盾系统上面装的 那个叫做溃送角的树木 船上大概五千个六千个 陆上的可以到两万多个 那你说两万多个会怎么样 它可以看得更远 可以看得更准 所以它在陆上装了之后 可以说它往 整个往这个俄罗斯这里去看 它可以抓得非常的清楚 那非常清楚 我想第一个就是战略导弹 那万一真的 这个战争无法控制 谁能控制战争 真的打到核战的时候 它发射一个战略导弹 你怎么知道它发射了呢 除了卫星在看之外 是不是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 围着俄罗斯 因为在波兰装一个这个雷达 它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它就看得去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防卫的 这是确实是 它不是一个进攻的 如果它在波兰装了一个核武 你试试看 那不得了了 那是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它是防卫 但就是它在预防一些别的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位置 对俄罗斯包围 去看俄罗斯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包含它的飞起来的战机也看得到 但如果贴着地走的 因为地球曲线的线制可能看不到 但只要一高上去 它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属于防卫性质的真正 难怪 所以难怪俄罗斯现在会这么紧张 他也觉得你踩到我的红线 虽然你不是攻击 但是你的各个层面来说 其实你都在攻击我 这跟当初那个叫什么 韩国装那个萨德系统 北京多生气 是一样的 因为萨德系统就装了一个很强的雷达 对中国大陆这里照过去 那就是你把我家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他非常生气 好 最近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聚焦 在俄乌战场的最前线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拜登 他已经同意了乌克兰 用美元武器来打俄罗斯之后 我们来看到乌军在两天之内 现在看到地图的部分 他像临近的哈尔科夫的 俄罗斯的城市这边 我们来看到 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 发售了一百多枚的飞弹 还有数十架的无人机 还有大量的这一些 海马斯的火箭各种武器 这个别尔哥罗德 就是位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们看到是中间的这个地方 那针对这个动作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部分 他也是紧急调派了他的特种部队 这一支是艾哈麦特特种部队 到这个地方来建立缓冲区 我们要来持续的看到 现在乌克兰用美元武器 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轰炸 能够化解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吗 还是反而会引来俄罗斯这个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 这一支特种部队的无情报复 张将军怎么看 这个乌克兰他现在攻打 拿这个包含火箭炮 海马斯火箭 还有这些无人机 一直打着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为位就造 我们打这个牵制 以别尔哥罗德来牵制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用兵 让哈尔科夫的用兵 被俄罗斯这方面的攻势 能够舒缓 能够转移整个战略的焦点 到贝尔哥罗德是这个样 但我认为效果有限 因为他打的是无人机 跟海马斯火箭 毕竟打完之后又没有了 是这样 而且贝尔哥罗德只是 俄罗斯广大地区的一个小器官 你这个能够发挥 多大的战略牵制力 毕竟是有限 因为毕竟 这个俄罗斯的国土强大 战略中生非常的广 他做一个小小的战略牵制 并没有办法发挥 强大的战略效果 那我们现在看 就是我们把重点聚焦在 这个哈尔科夫 那这样的话 俄罗斯也会 不会并不会 从哈尔科夫 抽掉局部的兵力 回到贝尔哥罗德 不会 他会从后方增兵 去走 这个我们讲到的 贝尔哥罗德 哈尔科夫的还是哈尔科夫 所以哈尔科夫还是要面对 俄罗斯强大的 这个军事上的攻势跟压力 这是一定的 那贝尔哥罗德 他后面增兵过来 是负责这个区块 就是按兵不动 不要抽掉 因为抽筒过去的话 变成哈尔科夫 变成会造成这个空隙 这战略空隙产生的话 刚好会造成乌克兰的反扑 会造成这个状态 俄罗斯在这方面 我想他的想的都会比较周延 那我们可以看 有两个地方来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 在两年前的 2022年的8月亚述钢铁厂 在这马利波 有人叫他马里乌波尔 有人叫他马利波 那个对马利波 要死守他们 结果现在 那个死守那个地方 成立一个战略的据点 到最后被俄罗斯强攻 后来夺走 亚述钢铁厂坚守了82天 依然死守 那我们再看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在顿巴是地区的西原 也就是在卢干斯特 跟顿内刺客的一个夹角的地方 那个 这个 泽伦斯基下立 死守巴赫姆特 把乌克兰的精锐 全部投入到巴赫姆特 造成非常大的战损 当然二岁也不足的代价 但是变成乌克兰的精锐 全部都在 几乎都在巴赫姆特 通通消失殆尽 造成后面这些战力 都没办法发挥 对 那现在我们给他重点 最重点看那个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仅次于科夫 基辅的话毕竟是首都 哈尔科夫的话是第二大臣 是工业重镇 绝对不能失去 一失去之后 换句话说 乌克兰断了一倍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哈尔科夫是第二大臣 如果失去的话 整个会造成士气中作 但是问题是在 那个 乌克兰已经强弩之末了 而且现在美国大选如火如荼 11月5号的投票 绝对不能有所 在这一方面 在军事上 要 让这个乌克兰继续投入 那这样他是不是牺牲更重 变成乌克兰 可以启动这个战争 当初的时候他就是不谈判 但是问题是没有办法结束 那换掉就耗到11月5号 他才会去讲到川普 万一川普 快评论 钱 年代表 转过 Beach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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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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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